隔膜机不吸料教学视频 我们先把吸料管卸下来 拿一个螺丝刀把这个里面的钢球顶一下 然后往吸料口加点水 接着把机器开起来接高压管的位置出水了就可以了 如果上面那个方法不行 那我们就把调压阀的位置给卸松 不需要全卸下来留一点在里面 打开机器等油冒出来了就上井 最后我们把吸料管上上去 吸料管装好了高压管 先不要装等高压管机头位置出水了 电机高压管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